没想到多一的野心这么大 居然想夺舍罗锋 代替他成为羽默星的继承人 那你知道这多一最后的结局如何吗 其实在多一刚被爸爸讨患醒时 他就想摆脱控制 在得知主人胡言伯的继承人 罗锋的实力这么弱后 他就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由于他没有灵魂 所以目前复活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夺舍罗锋 恰巧多一也是一位精神炼师 他自然也对于墨星中的夺舍秘法 非常的熟悉 看到这里 大家肯定都认为 多一的野心太大 但其实我们都错怪他了 他知谁要这么做 就是为了将羽默星的两大秘法 夺舍和献祭秘法 都传授给罗锋 只不过他的这个做法 确实非常的冒险 那罗锋最后 有没有将他们复活呢 在用六麻秘技夺舍的金角去售后 罗锋也开展了宇宙片的历练 修行一日千里 可以说他的运气和天赋 远超恩斯护眼博 在他突破到宇宙之组层次时 不仅把巴巴塔弄了一具躯体 让他可以修炼 还重建了羽默星 让巴巴塔没有想到的是 罗锋在成为银河领主后 他也用扭转时空的能力 复活了护眼博和他的五大仆虫 也就是多一几人 在护眼博复活后 巴巴塔也离开了罗锋 因为那时的罗锋 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 那么小伙伴们 巴巴塔的死力 不也达到了不朽级吗 为何他不做罗锋的陪练呢 下方评论区 说说你的看法吧